同伴帮忙监看落石 确认没有石头正在掉落 阿雄快跑 黑衣短裤的男子跑上了土石堆 这是刚刚滑落的大小石头 很不稳定差点摔跤 让同伴也惊呼很冒险 山坡再度摊坊 这是头85线7.9公里 平静桥路段 之前风灾摊坊 工作人员还在现场施工 但是山坡很不稳定 屡次又摊 工作人员冒险跑过土石堆 忙着去把挖土机 移到安全的地方 免得被土石买了 跑在阿雄前面的 还有另外两个同事 一个红衣服 一个深色的衣服 红衣服的真的摔跤了 没有时间停留 立刻起身继续往前 因为山坡上还有土石 随时会掉下来 阿雄这个名字似曾相似 8月初 卡路台风造成仍爱乡重创 台14线也速度中断 当时热心民众 载着物资上山 四轮传动车帮忙运输 车子被大石头砸个阵着 车上人员死里逃生 呼喊着同伴 我们还活着 这个人也叫阿雄 大石头砸中受损的车辆 后来有彰化一家车厂老板 热心义务修好 再让车主开上山 当初劫后余生 呼叫着阿雄 令人印象深刻 很巧这一次冒着生命危险 跑过摊放土石堆的 也叫阿雄 两人都为难投救灾 冒了生命危险 TBS新闻陈家贵吴淑平 难投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